曾為世界上飛行速度最快 也是少數投入商業使用的協和式超音速客機 可以在一萬五千公尺的高空 已超過兩倍音速巡航 幾乎是波音747客機巡航速度的三倍 從巴黎飛紐約只要三個半小時 比一般客機節省一半以上的時間 這個退役的指標性客機 將飛機上超過一千項的各式用品及零件 如耳機 馬桶 座椅 輪胎 書籍手冊 背盤 餐巾菜單 及駕駛艙儀表等 通通拿出來 在法國空中巴士的故鄉圖魯斯 進行三天的拍賣 封林葉先生曾擔任協和式客機的駕駛七年 也是2003年協和式客機最後一項任務 從巴黎飛往屠魯斯的駕駛 有很多忌廉 因為我尋找到特殊的 特殊的手段 奢華的美食 例如鵝肝及黑松露 對於一般協和式客機的愛好者 好消息是 這次拍賣會上最便宜的物品 只要10歐元 而那些最貴的物品 如駕駛艙的儀表 標價要1萬歐元